一名男子14号的傍晚开箱行车 经过台九县玉里镇大雨路段 撞倒骑机车的82岁老翁 他肇事逃逸了 途中还弃车 徒步4公里走到玉里车站 要搭火车离开 一直到当天晚上10点多 警方终于是在瑞穗香逮到他了 他的酒测值高达0.7 他不止吴兆兆讨 而且他这是第七次酒驾了 就在大马路上 机车倒地一旁散落杂物 男骑士侧躺在地上动弹不得 前方还有一辆银色乡行车 驾驶走下车查看 一度试图移动骑士 遭到民众阻止 过没多久 他竟然跑上车加速逃离现场之后 紧销抵达将受伤的骑士送一治疗 林姓驾驶自小客 由北往南行驶 与城南驾驶机车发生差状 城南全身有多处 插座舱勤势 造势后 林南下车查看后 即驾车逃逸 本所立即 积极侦办 调阅辖内上百只监视器 以车追人比对 并请线上同仁 实施围捕拦解 随后20时 发现车辆 停离大衣里 双干一处空地 接着22时 在瑞瑞乡的住处 当场查气正在 顾行凡家的林衔 这起车祸发生在14号傍晚5点多 台九县272.9公里处 花莲玉里镇大雨路段 62岁零星驾驶开箱行车 撞倒骑机车的 80岁陈姓老翁 导致老翁双腿骨折 全身多处擦挫伤 但是驾驶却肇事逃逸 他先往南开了2.2公里 把车丢在 玉里酸干一带的空地 接着在徒步4公里 走路将近一小时 抵达玉里火车站 最后搭火车离开 而警方调了上百只的 监视器追查 当天晚上10点多 在瑞瑟乡男子的家里 找到人 案发后 5个小时内 迅速查气到案 现场测得 酒测值达 0.70毫克 当场将临险 待反锁侦办 警讯后 依赵氏陶毅 酒驾公共危险 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 赵氏陶毅加上 酒驾甚至无照 更夸张的是 这已经是男子第七度酒驾 现在又被依照 赵陶还有公共危险罪 嫌宋办 钱和累累被抓这么多次 却始终没有寄取教训 接着高双双 郁震采访报道